大家好欢迎来到系组经典 我是发特章 本期咱们聊一聊2013年 由朴勋正指导李正仔黄正明 崔明直主演的韩国犯罪黑帮片新世界 当年电影上映后 在韩国本土取得了468万的观影人次 位列年度第九 并在韩国三大奖上取得多项的提名 导演朴勋正亲自说 故事的灵感就来自于无间道 但我看来这更像是无间道与黑社会的结合体 新世界里有常规的黑帮仇杀打斗 但他的内核其实更像一部政治片 金门是韩国最有势力的黑社会集团 其会长石东初近些年大力开疆拓土 兼兵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帮派 电影刚开始石会长卷入到了一系列诉讼中 经过一年的调查 因证据不足法庭宣布其无罪 心情大好的石会长某夜去情妇家优惠 归来时在路口遭遇车祸 这很明显是有人要做掉他 受了重伤的老大被火速送到医院 在手术室里生死未卜 金门集团是一个帮派联盟 石会长相当于共主 李正仔扮演的李子成是另一个帮派的副职领导 他的老大叫丁青 现正在外出差 坐明天的早班飞机回国 李子成带着手下去接机 丁青刚出场的时候 穿着飞机上的一次性拖鞋 一副口无遮拦的顽固子弟模样 丁青与李子成都是韩国的华侨 扮演丁青的黄正明 还标了一句奇变无比的中文 李子成虽名义上是丁青的下属 二人却以哥们相称 感情极深 丁青出差 还想着给李子成买名表当礼物 但被李子成一眼看穿 是山寨货 到了医院 丁青也不再耍宝 终于医生出来了 他宣布了石会长的死讯 此时给了每个人一个面部特写 头目之一的李仲九很激动 差点上演一闹事件 接下来宋志孝扮演的女警 正在拿着几个高层的资料 写金门集团非法经营的报告 石会长的葬礼隆重而肃杀 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心事 重量级帮派大佬去世 门口少不了警方的钉梢 干火旺盛的李仲九 冲出去砸烂了相机 这一段很明显是借鉴了教父中 桑尼怼FBI的那一场 只不过教父中是婚礼 而新世界是葬礼 此时出场了一个重要人物 崔明志扮演的警方江科长 他一直负责金门集团的案子 跟李仲九一直互相看不顺眼 下面是警方高丛在开小会 集团的龙头老大挂了 权力出现真空 几方势力都蠢蠢欲动 现在的形势是这样 有资格当老大的一共是三个人 二当家张手机 在集团里没有什么存在感 处于半隐退状态 三当家丁青掌管了建筑与物流生意 在成立金门集团联盟前 就是帮派的头目实力强劲 四当家李仲九 负责金融娱乐等事务 为人嚣张跋扈 勇猛好斗 也是潜在的竞争者 警方判断 下一任的老大将从丁青与李仲九之间产生 于是决定干预这次黑帮选举 并起了一个响亮的行动代号 导演在这里埋下了故事的最大悬念 警方到底想要谁来执掌金门集团 这俩部门经理看上去都有弱点可利用 但同时也都有难训的一面 要实行新世界计划 最关键的人物是李子诚 他是警方费尽心机 培育了近十年的卧底 李子诚可并不喜欢当二五载 他本来以为老大选举一结束 自己就能光荣隐退去海外生活 李子诚带着心里的一万匹草泥马 来到了一处废旧的厂房 这里是江科长与他约定的秘密据点 一进门李子诚就抱走了 大骂江科长出尔反尔 江科长恩威病师 总之一句话 干不干由不得你 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 也很微妙 我最后会统一的分析一下 从对话中 李子诚还得知 江科长竟然知道妻子怀的是男孩 原来自己也时刻的出于监视之下 精美集团内部决定于不久后的临时理事会上 推选出新的首领 离开时 李中九故意挑衅丁青 等于是下了战书 由于事发突然 丁青在上海的业务还没搞完 于是拜托李子诚看家 自己回上海几天 临行前喝了一顿酒 庆贺李子诚马上要有儿子了 李中九那边也在积极备选 主要还是常规的 以利又知 社团里那些老油渣 既没野心也没能力 自然谁给的好处多就选谁 警方的江科长已经制定好了计划 并获得了高局长的首肯 李子诚学问女警 谁潜伏在自己身边监视 但得到的依然是敷衍的官话 李子诚觉得很憋屈 自己把大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警方的扫黑事业 却依然得不到完全的信任 林总时李子诚说出了丁青去上海的时间行程 第二天丁青在机场被警方带去见江科长 江科长先把李中九的罪案材料给他看 表明了一下自己的手段 然后再将丁青帮派的资料给他看 意思是可以分分钟玩死你 江科长想逼丁青与警方合作 这两满斧下去丁青很慌张 但他很快的镇定了下来 江科长说你回去考虑一下厉害再回答我 丁青意识到了在自己的身边 有段位不低的卧底 否则不可能拿到这些绝密的资料 于是在飞机上丁青做了两件事 一是让律师去找高手 彻底的调查江科长 二是把沿边的朝鲜族老棒子叫来 江科长吓唬完了丁青 就向李中九动手了 来到高级牛排店将其逮捕 他这一步棋是要挑拨李中九与丁青的关系 那么详细的黑材料 李中九必然以为是丁青出卖了自己 丁青曾上海返回的前夕 老棒子为首的朝鲜族四人赶死小队 已经到了仁川 四个图老帽到了花花世界 眼珠子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了 这四人虽然是小人物 戏份也不算多 但之后却大大的改变了战役的走势 此时李德成的妻子即将临盆 之前埋设的一个小悬念揭晓 他就是江科长安排监视李子成的人 因为他多年前的一个把柄 抓在了江科长手上 妻子不得不就范 丁青回到国内后 马上去见被逮捕的李中九 丁青表现得有点无辜 而李中九觉得他是个戏精 卖了自己还假慈悲 现在二人陷入了囚徒困境 只能站在各自的角度上考虑厉害 两虎相争 恰恰是警方想看到的结果 接下来丁青约了江科长见面 并带了一盒中国土特产糕点 里面放满了刀蓝 请江科长高抬贵手 不要干涉社团的内政 但老江同志没有被糖衣炮弹腐蚀 这丁青就有点看不太懂了 丁青一脑门子官司的回到车上 此时之前安排的调查报告也出来了 律师从中国找到了最好的黑客 黑进了警方的数据系统 那里有江科长所有的关系网 丁青看着资料眉头紧皱 然后他故意装作二逼的口吻 接了李子诚打来的电话 告知自己已回国 并让他去仓库见面 挂了电话丁青一脸的纠结 让律师打电话给老棒子 场景转到女警的家里 他刚打开电脑 就听到了门口有动静 监视视箱头里 出现了四个鬼头鬼脑的男人在撬门 女警没有慌张 他先打电话给江科长 告诉他自己已经暴露 主夫妻删除自己所有的资料 并劝他把烟戒了 随后拿起枪投入战斗 虽然抱了一个头 但数量对比显然没有胜算 还是被活捉 李子诚与手下来到仓库 接下来就是丁青精心导演的 一场捉内鬼的戏码 他还是一脸无赖的口吻 让李子诚去看看 后面的铁桶里装的是什么 从这时候开始 李子诚就再也没有说一句台词 接着丁青把黑客 从警局偷出来的资料 递给李子诚 李子诚先看到江科长与女警了 丁青说 你再往后翻 还有一个 正说着 他冷不定的拿起铁锹 砸向了李子诚的手下 十五 原来他也是警方安插的卧底 丁青在故事中 第一次露出了血腥猙獰的一面 谈笑间就把十五割喉 十五并不清楚李子诚的身份 李子诚脑子里现在大概也在纳闷 为什么自己会没事 女警还没有死 丁青离开之前 命令老帮子解决他 但李子诚顺势夺过了枪 他别无选择 接下的一个桥段 就是江科长连夜提审李中九 说了一些刺激李中九自尊心的话 并把之前与丁青见面的照片给他看 李中九由此确信 是丁青出卖了自己 他明白江科长这么做 是想拿他当枪使 但现在别无选择 明知是毒药 他也得先干为净 于是李中九叫来手下 要与丁青鱼死网破 或许还有一线的生机 李子诚 刚才刚才开始传播就是这样 李子诚来到空空如也的茶室 见江科长 他到现在也没搞清楚 到底是咋回事 还以为江科长与丁青 做了秘密的交易 接下来故事中 那个警方到底想让 谁当老大的悬念揭晓 张手机也刚刚知道 李子诚是警方的人 惊讶之余 还有一些高兴 有他相助 成功率会大增 最悲催的就是李子诚 他完全成了棋子 江科长下面还说了一段话 警方的系统被完全的攻破 李子诚的资料也在里面 而丁青却并没有杀李子诚 还把他的资料彻底的毁掉了 丁青的办公室里 李子诚的警察资料摆在桌上 他的律师也有同样的疑问 丁青一言不发 表情凝重的 把资料放进了保险箱 这里用到了平行蒙太奇 来展现李中九的复仇计划 当丁青走进地下停车场 大批蛊惑仔持续而来 很明显是来要他命的 丁青一伙寡不敌众 他仓狂跑进了电梯 里面却已经有六个人 此时丁老大展现出了战神的一面 与此同时 丁青的律师也被杀 李子诚的妻子被跟踪 蛊惑仔刚快动手 没想到警察已经在家里候着 妻子受惊过度 下体流出鲜血 电梯门打开 丁青已经奄奄一息 但其他的六个人也完蛋了 如此爆表的战斗力 把警察都看傻了 江科长等于是帮李子诚 清除了障碍 他带着人来到医院 丁青身上插满了管子 只剩下一口气 张手机假惺惺的来探望 两个强劲的对手都出局了 他就差点没当场笑出来了 李子诚的悲伤不是装出来的 他完全没有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还没完 妻子也因为受惊吓过度 孩子没有保住 张手机在忍辱负重多年之后 终于站上了C位 下面的老滑头 对利益的分配很满意 但他们同时也发现 张手机也开始纠结人马 建立属于自己的队伍 江科长又把李子诚 叫到了费厂房 向其下达当上副会长之后的任务 此时李子诚显得很疲惫 不迎合也不反抗 出来后他接到了医院 丁青病危的电话 在医院 丁青秉退了左右 跟李子诚话别 丁青是真把李子诚当亲兄弟 即使知道他是卧底 依然不抛弃不放弃 葬礼后 李子诚来到丁青的办公室 从保养箱里找到了身份资料 还有两块连牌子logo都印错了的山寨表 李子诚把这块假表 带在了手上 他决定把这个假身份 继续演下去 既然注定要当古惑仔 那就当最大的那一个 新世界中多次运营到了平行叙事 极大的增加了叙事的张力 李子诚的权力之路 需要干掉四个人 杀他们的过程是同时进行的 一就是张手机 这个半猪吃老虎的老流氓 同样知道权力的运行法则 他把李子诚绑到了郊外 以为稳操胜券了 没想到李子诚早已安排好 被轻易的反杀 二是刚出狱的李中九 这个老哥知道死期将至 姿态上倒也不苛尘 抽了根烟 平静的慷慨赴死 也算是有种 接下来是唯一知道 李子诚警察身份的 姜科长与高局长 因为丁青把警局系统上的资料 已经彻底毁掉 所以杀掉这两个人 李子诚就彻底的洗黑了 但他们毕竟是警察 杀他们不能用帮派内部的人 于是沿边的三个老棒子 又派上了用场 在旧场房与铁轨边 姜科长与高局长一命呜呼 与此同时 金门集团的选举会正在举行 李子诚成了唯一的候选人 李子诚来到了权力的巅峰 他其实骨子里并不渴望权力 但只要不坐在这个会长的位置上 他就活不了 此时他若有所思的想起多年前 姜科长招募自己当卧底时的场景 在最后的最后 导演还安排了一个彩蛋 解释了丁青为什么那么护制李子诚 时间来到六年前 两人去执行砍人任务 此时的丁青还像个生瓜蛋子 得靠李子诚这个战士罩着 他们一起在街头打拼 是过命的交情 虽然丁青在临死前告诉李子诚 心狠一点才能活下去 但恰恰是他自己 没有狠下心去 新世界这部一黑到底犯罪片中的唯一光亮 就是丁青与李子诚之间的兄弟情 电影中始终有一个最大的疑团 金门集团的石会长到底是谁杀死的 下面有简要的分析一下 这事主要是从动机以及实力上来看 二当家张手机早先在斗中中失势 已经成了光杆司令 石会长给了他个闲职 等于是一种安抚 石会长的死亡对张手机并没有任何好处 他也完全没有把握能上位 接下来是丁青与李中九 丁青负责建筑物流等生意 虽表面上是个二逼 但其实很理性 走哪都带个律师 而且比起李中九的娱乐 金融等行当 建筑物流生意都算是阳光买卖 不到逼不得已 他不会挑这么大的事 当在医院宣布石会长的死讯时 丁青的表情透露出他知道血与新风将至 所以非常的烦 李中九自知实力不够 一旦权力真空 他大概率会输给丁青 虽然他脑子容易发热 但这点B数应该还是有的 剩下的就是警方与李子诚了 这两方都有比较强烈的动机 石会长在法庭上脱罪 白的不行就来黑的 是有可能的 但警方如果要干这件事 会冒着极大的舆论与政策的风险 那后面开会时 最高一级的局长说 自己并不知道有什么新世界计划 极力的要把自己摘干净 很难相信他会下达杀人的命令 下面的人应该也不会擅自 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 那接下来就李子诚的嫌疑最大了 有一段他与江科长的对话很有玄机 江科长本来承诺李子诚说 解决了石会长 他就可以攻城身退 他太想过正常的生活 所以很有动机干掉石会长 在急诊室门口等消息的时候 他有几个表情非常的微妙 又焦急又兴奋 当听到了死讯 仿佛如是重负了一下 当然以上是我的推测 导演确实没有很明确的说 谁是凶手 为了那个新世界的降生 李子诚付出了灵魂的代价 这个片名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新世界的舞台上 仿佛只是换了演员 而剧情似乎与旧世界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对于李子诚来说 正常人的生活永远的消失了 他的灵魂今后将活在风风光光 万众欢呼的黑暗之中 给 walk下iers 那也没有很难的 就在 demais看 真的很难兘 不分明